你好 我是每天都需要咖啡 作为精神支柱的Kerry凯莉 每天早上啊 在只有喝了咖啡之后呢 才算开启金的一天 不过你知道吗 咖啡其实有分很多的种类 以我们熟悉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多布斯塔咖啡豆 利比利亚咖啡豆等等 当然今天的主题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和你一个一个聊咖啡豆的种类呢 今天啊要和你关注的是 咖啡豆期货涨价的问题 这里是CityPlus的你才知道 这是一档让你用 简单易懂和有趣在财经角度 了解时事课题的资讯类节目 希望你在你才知道 能够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去年全球呢 每年要喝掉至少35一杯的咖啡 是的 你没有听错哦 是平均一天喝掉35一杯的咖啡 而在大马人的咖啡消耗数量当中 2021年出现了征服 在亚太地区位列第三名 只是在韩国和欧洲的后面 从疫情前啊 我国的每个人每年要喝掉92杯的咖啡 但是呢到了疫情期间 也就是2020年 数量开始出现了惊人的下降 一人达到了62杯的数量 不过呢在经济开始复苏的2021年 喝咖啡的人数也开始恢复了 甚至还一度冲上了一人在一年的时间内 可以喝掉107杯的惊人数量 所以根据显示可以看得出 我们这些打工主啊 有多疲惫 需要咖啡支柱了吧 但是啊 还有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可能我们之后喝咖啡会更贵了哦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 最近的可可期货价格不断的攀升 甚至超过了黄金期货的价格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哦 另外一个我们经常接触的咖啡原材料 也就是咖啡生豆的价格也在开始慢慢的攀升 根据咖啡的金融网消息显示 2024年3月的国际咖啡组织 也就是ICO的咖啡中和价 月度平均价格指数呢 达到一磅186.3美分 和二月的价格相比之下呢 是上涨了2.4%的 也是最近1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且价格还是6个月都在上涨当中 另外咖啡是一个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马币9503亿的产业 那这一个产业当中呢 就涵盖了咖啡种植 烘肺商 咖啡连锁店等等 所以说啊 这个产业是非常的值钱的 好的 所以你平常喝的咖啡到底都是哪些呢 从品种结构来看 根据美国的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的全球咖啡产量当中 阿拉比卡的产量在全球大约占了54.3% 而另一个咖啡则是罗布斯塔咖啡 它的比重大约占了45.7% 那平常除了在店家给我们的食材表上 可以看到的是店家用的 到底是什么咖啡豆 其实从味道上啊 我们自己也可以分辨哦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味道偏温和 而且有醇厚的咖啡香 所以一般都会被连锁店给偏爱 大众的接受度呢 也是蛮高的 那说到另外一个 也就是罗布斯塔咖啡 它的味道会比较的特别 它会带点苦涩 所以呢通常会用在速溶 或者是你需要特农咖啡的时候 它就派上用场啦 大家在咖啡连锁店呢 其实也是能够喝到这类品种的咖啡 而生产咖啡豆产量最高的国家呢 也就是巴西 那看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诶 那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难道没有自己生产的咖啡豆吗 有的 但不多 在2021年的时候 大马的咖啡产量呢 大概是在4150.5吨 其中呢大部分都是来自柔佛州 为柔佛州子民鼓掌 而且柔佛州贡献我国的本地种植咖啡的产量 占了75.3% 产量呢大概是在3125.9吨 那第二和第三的排名呢 就是在沙巴和沙拉越的 分别是占了21.3%和2.2%的 但是刚刚有提到我 我国的惊人消耗量 根本让我国的咖啡产量供应不上 可以说是打工足多 咖啡豆少啊 为了满足国人的需求 其实我国呢 需要进口高达97%的咖啡 才能够应对市场的需求 那为什么会出现 打工足多 咖啡豆少的情况呢 哎 上班前不够 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 他的供应量还不够 打工足应该是心凉凉了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根据我国的农粮部给出的解释表示 其实啊在2008年的时候 我国的咖啡产量就有超过两万三千吨的记录 但是后面却开始下降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呢 是咖啡豆难种吗 还是说天气太过炎热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答案是我国的咖啡豆土地种植面积不够 根据农业部的农作物系统统据数据显示 我国的咖啡种植种面积呢 在过去13年当中就减少了大约36% 从2008年的3538公顷 减少到了2021年的2283公顷地段 会出现土地面积下滑的原因呢 农粮部其实也是有给出了预测表示 以前呢其实有很多种植咖啡的咖啡农 都开始转去种植油棕 榴莲等等利润相对比较高的农作物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可能之前还是有很多咖啡农 愿意去种植咖啡的 但是在收成方面 百分之百的种植面积当中 只有66%有收获 有些地方甚至把握对的种植方法 但是因为当地的一些土地原因 在收割期的时候一点收成都没有 加上啊很少看到有鼓励和推荐 种植本地咖啡的规范和方法 所以说我国的咖啡农就算想要继续下去 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下手 那我们的产量又怎么能够去增加呢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 去年我国的农粮部也有表示过 他们已经在研究适合我国种植的咖啡豆 如果成功的话 我国的咖啡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 或者是国人的欢迎 希望啊到时候我国在种植咖啡这一块 能够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长远发展 咖啡豆期货节节上升 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我国的土地面积不够 没有成熟的技术等等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全球可可期货上升的原因 我们都可以说啊 种植业其实是靠天吃饭的行业 所以第一点就是极端天气的原因 你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只是我国 就连一些主要种植咖啡的国家 都在面对干旱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喝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 因为阿拉比卡咖啡豆不耐热 抵抗虫害能力弱 需要比较寒冷的环境生长 因此在全球暖化的趋势之下 船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减少 导致不只是咖啡的价格飙涨 那再来就是红海局势导致的因素 为什么红海局势会影响到喝咖啡的我们呢 因为红海局势紧张 导致很多的船只在运输的途中 需要绕开原本的规划好路线 如此一来航运线增加 燃油成本增加 货物损耗量增加 消费者的开销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说这是一连串的反应 接着就是大家对咖啡的需求上涨 原本被大家看作只有有钱人才能够喝到的奢侈品咖啡 现在呢却变成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人手一杯咖啡的情况 和日常的饮用量增加的情况之下 导致我们的咖啡豆少需求量增加 让不少的商家不得不抬高价格 最后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过就是关于美国降息这一点 那根据这个越南的咖啡可可协会指出 主要的经济体可能会在6月份的时候下调利率 而6月份通常也是咖啡烘焙商要增加咖啡豆采购量的时候 这将是利好咖啡的需求 预计啊 越南的咖啡价格在近期之内呢会继续保持坚挺的趋势 所以刚刚提到的4点相信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 来到影片的最后想问大家 如果说之后的咖啡因为原材料价格的问题而飙涨 你还会继续买单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凯莉凯莉 这里是City Plus的理财知道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